非常的鲜嫩多汁 我来尝一下它的味道 嗯 朋友们这个鱼肉鲜甜入味 非常的好吃 比目鱼富含蛋白质维生素A和维生素D 鱼钙磷钾等营养成分 尤其是维生素B6的含量非常高 而脂肪的含量却很少 另外比目鱼还富含大脑主要的组成成分 22碳6细酸 就是DHA 经常使用呀 可以增强质力 比目鱼有去分身 活血通络等功效 所含的不宝和脂肪酸 亦被人体吸收 有助降低血中感固醇增强体质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是阿慧 今天在菜市场买了一只比目鱼 刀饭还不知道它叫什么 就是在海里面补上来的 你看它的眼睛是长在同一侧的 而它的另一面是白色的 它时常这样潜伏在海底 伪装成淤泥啊 或者是旁边的一些物体 它的肉质非常的鲜美 今天我们把它做成葱油来吃 原来比目鱼这么好 我以后一定要多吃 朋友们看它的眼睛居然长在同一侧 它的背面是白色的 这个比目鱼呢 它有鱼鳞 我们把它刮一刮 它白色的正面居然也是有鱼鳞的 这种鱼的话 其实也可以把它皮剥掉 就不用刮鱼鳞 刮好轻轻地把它清洗一下 鱼鳞刮好之后呢 先把它冲洗一下 从肚子这边给它开一个口子 去除内战 一会煮出来的话呢 会美光一点 这个鱼的腮劲呢 用剪刀剪 它上面都是长满道刺的 朋友们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安全才是第一的 处理好之后把它内战全部扔掉 再把它清洗干净 这个贴骨血一定要给它处理掉 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 朋友们处理好的比目鱼沥水后 放入最大的盘子 尾巴还撑出来了 这条鱼可真够大的 接着我们来多切点姜片 葱是不可少的 葱头和葱的叶子分开来切 接着把姜片铺上去 朋友们接着我们来调个灵魂酱汁 这个葱鱿鱼好不好吃 这个酱汁是关键 蒸鱼豉油两勺 生抽一勺 我这个鱼比较大 所以我调的分量会多一点 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鱼的大奖来调整 蚝油一勺 黄豆酱一勺 糯米黄酒一勺 没有的话加料酒也可以 白砂糖一大勺提鲜 再加适量的白胡椒粉 把料汁搅拌均匀 朋友们调好之后呢 把这个酱汁淋到鱼身上 拎起它的尾巴 换动一下 跟它肚子那边也能装到料汁 我们把饼木鱼 翻入预热好的鲜香中 这个盘子连锅都放不下 太大 蒸香里面刚好 上其蒸14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太小了 朋友们这个蒸好的饼木鱼呢 把它姜片挑掉 这只饼木鱼比较大 所以我蒸了14分钟 一般普通鱼大小的那种的话 蒸个8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鱼身上撒上葱花 接着我们把锅烧热 加入多一点的石油油 可以我们油烧至冒烟之后 加入葱头和红椒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加辣椒 饼上热油激发香味 饼木鱼富含蛋白质维生素A和维生素D 鱼钙磷钾等营养成分 尤其是维生素B6的含量非常高 而脂肪的含量却很少 另外饼木鱼还富含大脑主要的组成成分 22碳6细酸就是DHA 经常使用呀 可以增强质力 饼木鱼有去分湿 活血通落等功效 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 亦被人体吸收 有助降低血中感固醇增强体质 这条野生的鼻木鱼太香了 朋友们 非常的鲜嫩多汁 我来尝一下它的味道 朋友们这个鱼肉鲜甜入味 非常的好吃 想吃的朋友一定要试做看看 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 这个鱼肉非常的雪白 鲜嫩多汁 葱香味非常的浓郁 而且这个鱼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吃 因为它刺非常非常的少 只有中间的一根阻塞 你看它雪白的肉质 非常的鲜甜 而且口感一点都不会柴 不会油腻 非常的适中好吃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试做看看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朋友们这个鱼蒸的 非常非常的入味 我已经吃了大半了 它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 非常的好吃 你看它只有中间一根阻塞 这个刺还是蛮硬的 这个鱼肉的细腻程度呢 就是比梅同鱼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绝对不输给其他的鱼类 肉质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有一点点鸦片鱼头的那种 软滑的质感 但是它没有鸦片鱼头的那个胶质那么多 有那种质感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香 鲜嫩 滑 肉质是一点都不裁的 好吃 朋友们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 开心小铃铛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阿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